哈佛大学研究表明,多吃抗炎食物,有助于降低心血管疾病发病风险。 心血管疾病已经成为现代引起人类死亡的头号杀手,我们一直提倡大家低炎低脂饮食,健康生活,早些年抗氧化食物也曾风靡网络。 今天要来给大家介绍一种新的抗炎饮食路线,帮助大家从饮食层面更好的认识和预防心血管疾病。 哈佛大学研究指出,抗炎饮食可降低中风、关心病等疾病风险。 哈佛大学陈增熙公共卫生学院发表在美国心脏病学院杂志的一项研究发现,饮食中促炎食物比较多的人群,患心血管疾病风险增加。 而抗炎饮食有助于降低炎症和心血管疾病发病风险。 研究对21万余名身体健康的参与者进行了长达32年的随访。 通过经验性膳食炎症模式EDIP得分,根据食物增加或降低三种炎症生物标志物循环水平的能力,计算出单个食物的炎症潜力。 跟踪研究发现,与食用抗炎食物的受试者相比。 食用醋炎饮食的受试者,罹患心血管疾病的风险高38%,发生中风的风险增加28%,发生关心病风险增加46%,什么是醋炎饮食和抗炎饮食呢? 炎症这个词,大部分人不陌生,就是指身体内出现感染或者受伤时。 免疫系统会将大量白细胞送到受伤区域,起到吞噬致病菌,保护身体的作用。 一般的炎症通过合理治疗,短期内就能恢复,对身体不会造成长久影响。 但是一些慢性炎症,比如糖尿病,动脉周样硬化,关节炎等,则会长期存在,使免疫系统过度运动,攻击健康组织。 而食物中的反应性分子抗氧化剂可以起到减少自由基数量的作用。 自由基在体内可能损害细胞,增加某些疾病风险。 抗炎饮食可以帮助减少炎症反应,促炎饮食则会促进身体的炎症反应。 使心血管疾病、关节炎、哮喘、糖尿病、肥胖、克罗恩病等慢性炎症疾病发病率增加。 醋炎饮食多为垃圾食品。 一、加工肉和红肉。 红肉包括牛肉、羊肉、猪肉等加工肉是指经过烟熏。 烟漬或防腐处理制成的肉制品,比如火腿、腊肠、熏肉、牛肉肝等。 少吃这类食物可以帮助控制体重降低炎症因子水平。 建议每人每天摄入红肉200克生肉以下。 加工肉类偶尔少吃可以,不要长期大量摄入。 二、精致糖和穀物。 一次性摄入过多精致碳水化合物,容易使人体炎症因子升高、胰岛素敏感性下降。 所以不要过量摄入白糖、冰糖、白米饭、白面、蛋糕等食物。 三、油炸食品。 油炸食品属于高脂肪、高热量食物。 多吃可导致肥胖,建议限制摄入量。 四、含糖饮料。 汽水、奶茶等热量很高,要控制摄入量。 抗炎饮食多为健康食品。 一、全穀物。 包括杂粮、粗粮和颗粒完整的穀物,升糖指数较低,富含膳食纤维。 维生素和其他有湖泊形的膳食成分,有助于抑制炎症因子。 常见的全穀物食品有全麦面包。 杂粮粥、粤麦片、荞麦面等杂豆也包括在全穀物中。 二、水果。 水果富含膳食纤维,推荐每天摄入200到300克当季水果。 量不需要太多,也不要用果汁来代替。 三、咖啡和茶。 咖啡和茶都有缓解疲劳的作用,平时适当喝一些有益于身体健康。 注意不要喝浓茶,不要过量饮用茶和咖啡。 最好用咖啡豆自己抹粉、冲泡。 尽量不喝三合一咖啡。 四、绿叶蔬菜和黄色蔬菜。 绿叶蔬菜中富含膳食纤维、维生素C等,比如油菜、卷心菜、菠菜、窝剧等。 黄色蔬菜中富含胡萝卜素、维生素C、A和D。 对皮肤和骨骼有好处,比如胡萝卜、南瓜、黄椒等,降低心血管疾病发病风险,除了饮食上的均衡,也要做好以下六项管理。 一、吸烟。 吸烟者的关心病,高血压、脑血管病、主动脉瘤、血栓闭塞性脉管炎及周围血管病的发病率均明显升高。 其中吸烟者的关心病发病率,较不吸烟者高3.5倍。 关心病病死率高6倍,心肌梗死发病率高2到6倍。 如果吸烟而同时伴有高血压、高胆固醇,则关心病发病率增加9到12倍。 死于心血管疾病的人群中30%到40%与吸烟有关。 可以说,吸烟有百害而无一例,见义见烟。 二、体重。 说到体重,就想起了体质指数。 适用体重公斤数除以身高米数平方得出的数字, 是目前国际上常用的衡量人体胖瘦程度以及是否健康的一个标准。 当我们需要比较急分析一个人的体重对于不同高度的人所带来的健康影响时, 体质指数是一个中立而可靠的指标。 一、体质指数等于体重公斤身高米的平方Km22算是写法, BMI体重身高2, 三、正常体重体质指数18、25。 中国体质标准为女性18比22, 男性20比24。 四、超重体质指数25、30。 五、轻度肥胖。 体质指数30。 六、中度肥胖。 体质指数35。 七、重度肥胖。 体质指数40。 建议大家根据自身情况进行计算并尽量向正常体质指数调整。 三、体育活动。 运动可以锻炼心肺功能, 有助于身体健康。 建议大家每天进行适量运动。 比如慢跑、 长跑、 游泳也可以参与一些球类运动。 比如打羽毛球、 打篮球等。 四、血压。 血压升高增加心力衰竭和肾脏疾病的发生风险。 有高血压病使者的心力衰竭危险, 比如高血压病使者高6倍。 高血压是脑促重和肝心病发病的主要危险因素。 我国有超过半数的心血管病发病与高血压有关。 建议定期检查、控制血压。 对于同时患有高血脂或糖尿病的患者而言, 血压控制要更为严格。 五、 血糖水平。 糖尿病使肝心病等危症提出这一理论的依据, 是糖尿病患者是肝心病发病的高危人群。 芬莱East-West研究表明, 无心机梗死的糖尿病患者和已经发生过心机梗死的非糖尿病患者相比, 再次发生心机梗死和死亡的危险性相等。 另一来自美国的研究表明, 60%, 75%的糖尿病患者死因为心血管疾病。 糖尿病患者发生心血管事件的危险性是非糖尿病患者的2到4倍。 建议定期检查血糖水平, 严格控制。 六、 胆固醇水平。 胆固醇又称胆灾醇, 分为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和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两种。 前者对心血管有保护作用, 通常称之为好胆固醇。 后者偏高, 关心病的危险性就会增加。 通常称之为坏胆固醇。 建议大家不仅要在日常饮食中注意少食油腻食物, 而且要定期检查体内胆固醇水平, 尤其是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水平。 凡病欲大于防, 网药师建议大家严格控制好这六项指标, 尽可能减少后期心血管疾病的发生风险。 心血管疾病患者会出现胸口闷痛, 心跳加快以及呼吸急促等。 端坐着呼吸或者夜间会出现振发性的呼吸困难。 胸骨后有明显的紧缩感或者压迫感, 同时伴有身体水肿, 容易晕厥, 身体虚弱, 痰液中带有血液。 上腹部疼痛以及恶心呕吐等, 甚至疼痛感会放射到手臂或者后背。 一般高盐饮食的肥胖人群会出现高血压, 这属于常见的心脑血管疾病。 患者的血压达到了八十分之一百二十, 若高血压一直没有得到控制的话, 会对肾脏肝脏带来严重损伤, 甚至会诱发肾功能衰竭以及脑血栓等。 患者必须严格按照医生主妇服用降压药物控制炎的摄入量。 脑血栓发病急, 在发病前几乎没有任何的症状。 发病几分钟或者几秒钟之内病情就会达到高峰期。 若是没有抓住黄金治疗的六分钟, 会给身体带来严重的后遗症甚至引起死亡。 脑动脉硬化患者会出现头痛头晕, 肢体麻木, 记忆力明显减退, 烦躁不安以及出血等。 高血脂, 高血压和高血糖被称为三高。 高血脂症是因为身体中的血脂水平过高所导致的, 会对身体健康带来严重伤害, 诱发一线炎, 动脉照样硬化以及关心病等。 此类患者要控制脂肪及胆固醇的摄入, 采取低盐低支饮食。 关心病是因为心脏处于缺血和缺氧状态而引起的一种病变。 患者心前驱有明显的疼痛感, 同时伴有胸口闷痛和呼吸困难。